龙浩晨第一天见圣彩父母 就差点被害死 具体是怎么回事呢 这还得从龙浩晨和圣彩 睡在一张床上说起 话说猎魔团一行 抵达驱魔关的当晚 圣彩便将自己的床铺 和龙浩晨的拼在一块 这剧情有些似曾相识 并且还用床单将四周遮挡 而圣彩母亲蓝眼宇 十分想念女儿 便大晚上来到猎魔团的营地 结果就看见 女儿依偎在陌生男子怀里 并且两人还是在一张床上 这对蓝眼宇来说 那可谓相当诈恋 女儿年仅十四岁 就和男人睡在一起 这换了任何一个母亲 也接受不了 蓝眼宇一记兵锥 就想嘎了龙浩晨 结果不但被圣彩挡下 还被威胁 若是杀了龙浩晨 女儿就杀了自己 蓝眼宇当场崩溃 直接哭着跑出营房 接下来没多久 龙浩晨所在的猎魔团 就接到驻守城墙的任务 一番大战表现出的实力 让一银未知侧目 可龙浩晨完成任务 刚回到营地 又被叫了出去 这次还是驱魔城军事 总长亲自下的命令 也就是圣财父亲圣灵星的命令 原来圣灵星 是打算指挥光辉天使骑士团 联合暗夜之刺 给予魔族重创 并且亲自率军出击 叫龙浩晨过来 是要龙浩晨 与自己一起出城冲锋 好借此机会见识一下 龙浩晨有什么魅力 让女儿如此清新 结果这次出击 陷入三大魔神的埋伏 圣灵星动用反铜灵卢 又靠着浩月出其不意 震慑住三大魔神 并且圣月等强者及时赶到 两人才最终死里逃生 而圣灵星得知 龙浩晨是龙心羽的儿子 自己身为龙心羽的小迷地 又对龙浩晨的表现十分满意 自然立马认可了 龙浩晨这个准女婿 只是这段剧情设定 难免让人诟病 圣灵星可是驱魔官军事总长 龙浩晨刚从城墙下来还没恢复 就立马被要求返回战场 更是冲入魔族大军 换个人都是凶多吉少 这难免不是在滥用权力趁机报复 今天暂时说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